作词 李宗盛 带我去潇潇红尘醉一下 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 写下路让相逢不能拔 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他 写风沙吹成棉花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回头看 梨花已落千山 我只想听过你说的喜欢 深情只好前谈 我只想听过 想排名靠前一些 早日攒足银两 好离开这里 不知姑娘是否愿意跟我讲讲你爹的事情 你问这些做什么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啊 此事牵连甚广 你帮不到我的 也不必问了 花大娘 风姑娘 恭喜你 恭喜我 我有何可恭喜的 有贵客来看你啦 贵客 嗯 玉公子 玉公子 风姑娘 我家公子已交了足够的银两 将姑娘这个月都给包下了 包下了我 正是 风姑娘 还不赶紧把玉公子接进去 好生伺候这 快 烈火山庄的玉公子包了风姑娘一整月 赶紧重新换宝 是 你说玉自涵也搬进来了 是啊 大哥 就住在我们隔壁 他一个残废 还包个青楼女子 也不怕人笑话 难道他也是为了 角色名画榜的榜首而来 玉公子 可要我为您准备热水 先沐浴 风姑娘 请随我出来 我出去 公子不希望被打扰 好 何时回去 我知道姑娘是个聪明人 有话我就直说了 我叫公子来品花楼 不是为了和姑娘共赌春宵的 而是为了房间里那位儒歌小姐 歌儿 你唤她儒歌小姐 对 好 我听懂了 姑娘果然通透 不过 不过请姑娘放心 银梁我们会照付 不会亏待姑娘的 这多年欢潮 什么样的客人我没见过 你放心 我明白的 玉师兄 你是如何找到我的 你问我刀无暇的事 我就猜 你和她此行有所关联 便来碰碰运气 果然找到你了 果然 什么都逃不过玉师兄的眼睛 你走了三个月 我会担心 歌儿 打算何时回去 不知道 大家都很担心你 她呢 她有问过我吗 有问我去何处了吗 你就当没看到我吧 歌儿 不说这些了 玉师兄 若是有人告诉山庄里的人 常年隐居在竹林的玉子涵 不曾想 居然在品花楼包了一位姑娘 肯定谁都不会相信的 我的事 你没有跟旁人说吧 那便好 你说 刀无暇她千里迢迢到这里来 不会就是为了寻花问柳吧 这也是我的疑问 你我只需静观其变 云雾总有散开的一日 好 开 Boys 大志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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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 小雅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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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不知师傅今日回来 还未来得及 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起来吧 我殷雪一世英明 怎么偏偏收了你这个呆板徒弟 师傅沿途一直被追杀吧 鼠辈罢了 不值一提 倒是她 这几日在这儿过得如何 大小姐她很会照顾自己 好 对了 师傅 弟子已经和大小姐打过照面了 师傅是否需要弟子安排和大小姐见面 我要亲自找一个时间 让她好好地认识认识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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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爷牌子 也给银子 怎么回事啊 是啊 爷有的是银子 近日的进门牌已经没有了 你们改日再来吧 等一下 走吧 我昨日晚上没给够你银子 我平时赏你们小厮都几十两银子 雷公子 这昨日是昨日 五日是五日之后 我也没有办法 雷公子失陪了 东西收拾了 咱们走吧 是 是 你们别走 好 好 这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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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都收拾了 这都不要了 是你啊 你跟着我做什么 因为我那晚 就看出来你不寻常 我有什么不寻常的 我只是个丫鬟而已 那天晚上靖渊王 看了你好几眼 你要是个普通丫鬟 他才不会看你的吧 你到底要做什么 也没什么 我也不会拆穿你 我想你啊 帮我要个门牌 要什么门牌啊 进你们品花楼的门牌啊 品花楼需要银子就可以进去了 要什么门牌啊 那是之前 现在尹雪回来了 就要门牌啊 尹雪是谁啊 不是吧你 那你混进来当丫鬟 不是为了见她 我 反正我要个门牌 你答不答应 我都不知道 去哪里哪里的门牌 我和我二娘来了快走 什么呀 你们的火气快走啊 二娘 谁让你来洛阳的 我总是听天跟你说起 那个天下第一美人 我就好奇过来看看嘛 我跟你说过 我的事儿 不准你插手 嗯 那我发誓 我看完我马上就走 二娘 你手下留情啊 不要老打头 你不 门主让你滚回屁里门去 二娘你骗我 我爹才不会管我呢 我看完就回去 道小姐 买到了 玉公子 你要的上等的金山银银 谢玉公子 姑娘 我刚才下楼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楼下有好多人好不热闹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银雪回来了 银雪 这银雪啊 就是绝色棉花榜的榜首 也是公认的天下第一美人 她常年在外 每次一回来就是这般景象 是这样啊 而且这银雪啊 不只是美 还是秦盛 所以想见她的人 不只是粗俗的江湖客 就连朝中的重臣 甚至是皇子 都想见她一面 她就是秦盛啊 这有秦红呢 就是拜她为师 所以才会有如此高的情意 不但是秦圣 还是有秦先生的师父 姑娘说的 我都想要见她一面了 这想见银雪的人啊 太多了 不过 她就在银花楼待一晚 而银花楼的地方 也就只有这么大 所以要想提前见到她的人 就得先拿到金门牌 难怪那个小乌赖 问我讨要金门牌 难怪那个小乌赖 问我讨要金门牌 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去买茶叶了吗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你刚才不是去买茶叶了吗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对 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小乌赖 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小乌赖 可真正的 这么容易就进来了 还买什么门牌 要小心点才是 尤其是你的腿更要当心 对了 我想要借吕孟曲谱一用 吕梦 这曲谱爹说过 是被人收入了皇宫大内 莫非 他和皇家有关系 好 让黄聪拿来给你 好 我这就去 你就不好奇吗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曲谱 不需要解释 你要 我就会给你 大小姐 这曲谱是御赐之物 千万不能遗失 放心吧 我去借我的朋友抄一下就给你拿回来 有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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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啊 这当然又是我了 这是品花楼的后花园啊 好吧 有秦先生 你怎么把有秦先生绑起来了 他老是叫 我好不容易混进来的 我怕他坏了我的好事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有人敢对品花楼的人下手 这 品花楼有什么不能碰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这 这 这人武功这么高啊 怎么就会被我绑了 那谁知道你啊 有秦先生 你等等 你干嘛老缠着我呀 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江南霹雳门少主 你跟我说话 可要小心点 江南霹雳门 怕了吧 怕你做什么呀 我家姑娘屋里住着烈火山庄的玉公子 隔壁就是无刀城的刀绍主 有他们二位在 我还怕你呀 你可别瞧不起我们霹雳门 不出十年 烈火山庄无刀城 都要对我爹俯首称臣 好 那我现在就对你俯首称臣 俯首称臣 满意了吗 这还差不多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还给我 男女授授不亲啊 手 手 手 你还给我啊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就还给你 我的拳头会伤到你 你打得过我吗 打不过就松手 说 什么事 你帮我留在这儿 你这么大一个活人 我怎么帮你留在这儿 你能混进来当丫鬟 你肯定有本事把我留在这儿 还来 还来 放手 好了好了 答应你 那你可别骗我啊 我从小到大就没骗过人 这还差不多 什么时候还给我 等我见到银学以后 自然就会还给你了 一言为定啊 妥善保管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好 知道了 还来 还来 还来是不是 封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民女封细细 求敬冤王做主 民女要为父亲申冤 你何时识破了本王的身份 民女的爹 曾是敬冤王的心腹 多少跟民女描述过 这最受陛下宠爱的敬冤王 也是如 如与公子这般模样 白日里又听到 戈尔馆王爷 讨要吕孟曲谱 这吕孟曲谱 都说是遗落了许久 民女却知道 他是被藏在了身宫 由此 便猜出了王爷的身份 求敬冤王替民女做主 父亲参与太子之争 实属被迫 后又被锦县王陷害 所幸免于死罪 但被流放到了远江 但也实在是冤案啊 远先细细常听父亲提起 宫中十几个皇子中 唯有敬冤王最受陛下宠信 也唯有敬冤王最公正清明 求王爷还家父一个清白 求王爷施恩 问明情况 查一查此案 是 封姑娘 请随我到一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封姑娘 你先告诉我你爹叫什么名字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宣皇 王爷 查查隐许 是 咱们的大喜事 赶紧通知他们打起精神 快去准备 是啊 快去通知他们 花大娘 是不是尹雪回来了 对呀 咱们品花楼的花魁回来了 这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喜事 快过来 来了 你们赶快去通知 咱们洛阳城每一个客栈 每一个巷子 凡是挂咱们门牌的 都要通知 是 尹雪提前回来了 咱们的艳客日要提早了 是 是 对 不只是艳客 尹雪还说了 今晚上 就是她离开品花楼的日子 她要在所有的宾客中 选择一位 相伴此生 是 是 快去 赶快去通知啊 你说清楚 为什么想见尹雪啊 这么早就想娶媳妇啊 天下第一美人啊 谁不想见啊 要不是品花楼 那个牌子早早地被人抢光了 我也不至于 在这儿吃糠咽菜了 提前待这么多天 那你可以把琴谱还给我了吧 看着你养我的份上 还给你吧 我留着 也没什么用 有情先生 那个小无赖什么时候走 那个小无赖 有情先生 上次答应你的吕梦我拿来了 好 那 多谢 嗯 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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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去招呼一下啊 银雪今夜当真是要择翼明主 生死相随 花大娘 你可不要骗我啊 怎么会骗呢 那是银雪昨日亲口说的 来 请进 好 好 请 请 二夫人 真的不进去吗 少爷呢 少爷就在里面 暗中监视不必落明 是 来来来 请进 来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ziehen吧 eigentlic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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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快点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好好好 不好意思 哎 孟孟子 。孟子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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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 今夜的主角并非我们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冲动 不要开口 大哥放心 弟弟有分寸 大哥不想这次带走银雪吗 今夜我们是看客 银雪云游多年 突然回来说要择一名主 终身相伴 这背后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公主的老人家就没说什么 公主既然命我们来一谈究竟 应该是也不知道 您雪到底要做什么 尽管欺骗 早上吃馒头 中午吃馒头 晚上还要吃 那还不是你自己自愿的 还要四天啊 我也太受委屈了吧 看在你受了这么大罪的份上 我去悄悄告诉你 饮许将艳客挪到今夜了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现在说也不晚啊 怎么样 我看起来如何 今夜宾客特别多 你进去也没有座位的 而且银雪根本就不会看到你啊 这个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我自有我的办法 这一次我不但让他看见我 还让他记住我 我不跟你说了 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给我记在账上 日后必定奉还 谁稀罕 不对 我也得去 那走啊 走 拿着你的键 哦 这 这 这 到底会发的是谁呀 看来这 这 来来来来 请请教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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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啊 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们的 雷少主 师兄 师兄 各位贵宾 今晚是我们品花楼的大日子 也是我们洛阳城的大喜之日 我们的花魁银雪回来了 好 好 好 他会在今晚所有的宾客中 择一鸣主 生死相随 真是值得 不但可以一睹天下第一美人的风姿 又能听到琴盛的语曲 怪不得那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要进品花楼 果然是值得的 真想看看这天下第一美人雪姑娘 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哥儿 你为什么把雪换做姑娘啊 她不是雪姑娘吗 傻丫头 她可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男人 她是男人 对啊 这品花楼以外的人呢 都喜欢尊重她一生公子雪 或者是直接叫她一生公子 那为什么她会在橘色迷花帮 因为啊 她有这个资格 那 那 走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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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天下狄子 天下狄人子 我好像见过他 不对 公子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我愿意出白银一万两 他出一万两 我出二十万两 我出五十万两 我出六十万两 六十万两 一百万两 他出一百万两 我愿意出一百万两 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一百万 不够 黄金 也不够 那你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 你这个女人要不要点脸啊 抛头露面花银子买男人 怪不得人家看不上 男人花银子买女人天经地义 就不准女人花银子买男人了 还真是泼辣 本少爷今日不跟你一般见识 将来自然有人收拾你 我刀烈香今日就站在这儿 看谁敢来收拾我 好大的口气 你还真以为 天下只有你们无刀成啊 萧萧之徒竟敢如此放肆 萧萧 萧萧 公子 你看我怎么样 今日咱们算是有缘了 跟我走好不好 你是谁 我 江南霹雳门少主 雷金红 只要你跟我走 我整个霹雳门都送给你 去 江南太远了 我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 我替你抢回来 你这人什么都好 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我早已有心上人了 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我 谁敢嫌弃你 我去把他炸得粉碎 不只怕他嫌弃我 更怕他的人 阻拦我俩 长相厮守 谁敢阻拦你们 我雷金红 绝对饶不了他们 少年郎 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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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深的内力 少年郎 江湖险恶 不要太嚣张 今夜是公子雪要选他此生追随的人 你我怎么争都没有用 还是要看公子自己的意思 是啊 雷少爷 你可不是今晚的主角 就是啊 你不是不是 雷文主可是铁骨铮铮的英雄 你雷小少爷 就别给你爹丢人了 是啊 你别丢人了 下去吧 下去下去 下去 该干嘛干嘛 你别丢人了 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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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今夜 我要选的人就是 谁啊 谁啊 她 身体 身体 要死 让 supplied 我 就是你 是我泄露身份了吗 不可能了 哥儿 你不面对我 叫我如何看到你说的话 难道你就不觉得蹊跷吗 觉得 那你为什么还不帮我出主意啊 少安五躁 玄华和黄丛已经去查了 幸好有你 要是被我爹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为今日的事情 嘲笑我一番的 师父不会笑你 江湖上的事 有果必有因 师父若是知道了 只会和我一样 将这事的来龙去脉查清楚 不行 我一定要问清楚 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吗 他方才的表情 吓坏了 公子啊 最会捉弄人了 我等这么久 不捉弄捉弄他 不解气啊 对了 吩咐下去 备好我平时所要用的一切 这几天随时出发 是 是 花大娘 我想见一下殷雪 公子歇息了 明日午时 他会在后花园等你 慢点啊 慢点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两年 江南霹雳门的门主二夫人 一直追踪银雪公子 吕下杀手 但未成功 这位公子雪 是如何得罪霹雳门的 需要查清此事 仍需殊人 天下五刀城和江南霹雳门 同时现身洛阳 却分偶然 以昨夜来看 两大世家 应该都是为了公子雪而来的 难道这位公子雪 是得罪了江湖各个门派 想要投靠大小姐保平安 吟雪此人 是何身份 此人行踪不定 无门无派 亦无背景 数年前挂名品花楼 一曲名震风乐场 人称他秦胜 你以前见过我 没有 那你觉得我美吗 你还太小 那我是在大唐 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举动 吸引到你了 不是 那你对我一见清心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我了 也不是 你知道我的姓氏 你姓什么 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说吧 你究竟想要什么 你有什么吗 我什么都没有 那我又能吐你什么 直接了当地说 我不想带你走 为什么 因为我不可能在品花楼待那么久啊 我要回家 我知道 我以命人备好马车 带着我所有的行李 你去何处 我便往何处 我身为一个女儿家 我怎么能带男儿回家呢 我爹会骂我的 就因为这样 总之我不想带你走 我可以帮你 帮我什么 你来品花楼是为了什么 我是为了可以 那些风细细无法教你的东西 除了我 再也没有人能够指点你 如何挽回一个男人的心 我没有 你不要信口开河 有一位少年 自幼父母双亡 寄养在你父亲门下 他与你 从小就同为一个乳母 抚养长大 手拿一把刀 名为天命 那一年 烈火山庄的冬季冷极了 栽不活联合 但他不相信 于是他偷瞒他的小师妹 偷偷地从江南运来两百多株联合 他不分昼夜 就在山庄的冬面中了莲池 可惜 到最后只活下了十四株 而他就拿着十四株莲花 告诉你他爱你 你是如何知道的 你们在三年前订了婚 可他却在两年前 带了一个青楼女子叫做盈依 自此之后便对你不闻不问 所以你很伤心 你究竟是谁 你到品花楼就是为了想知道 为何他会爱上一个青楼女子 而背叛你 但你至今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对不对 我能在这天下第一青楼 当榜首这么久 就一定能帮得上你 心动了 愿意带我走了 我才没那么傻呢 被一个男人背叛两年 却不肯放弃 你还说自己不傻 你接近我就是那有目的 是吗 你知道我叫什么 烈如歌 你看 我就说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们烈火山庄 有三千名高手 怕我何时啊 难道你不想知道 这些被你父亲 极力隐瞒下来的丑事 为何被我这个山庄外人给知道了 你难道不想弄清楚 为何战风会真的变了心 没拒绝就是答应咯 可以吧 不可以吧 可不可以吧 兄弟板 朗尼前 穷实 为何穷尽 爱不过只相思 双容成字 花开些事 为我不善这言词 谁送我寒冬落魄 春暖风生时 一次便作废了生死 飞鸿跨雪坠日天白丝 同佳然而知 爱是指尖上月的词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 前情人不知 拂不尽 这扑火褪积成痴 我唯唯诺诺在这坛 只怕枉费一诗 不欲火不如城市 在这点点道道的乱世 前情仍不适 看不过 这扑火褪积成痴 青山川湖 海燃鱼皮纸 再写你一次 不欲火不如城市 不欲火不成痴 不欲火怎成痴 不欲火不成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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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叫保持痴 发炸火不成痴